大家好 今天是8月9号 台北股市今天是下跌41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那我们今天 有一档股票 在之前有送给我的朋友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是虚拟货币 比特币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这比特币 比特币之前在 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 最低有跌到29000 29000 29000多了 那这两天 在周末的时候最高有涨到46000 有最高46000 在我们的礼拜六礼拜天 那我们假日的时候涨到46000 比特币 那还有这是以太币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们不是要操作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要操作这个东西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讲的是这两股票 这啦 我们是要讲的是这个 这是什么股票呢 这支股票 在7月26号 来我们先把它拉下来 哇这样子这个 来等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来看 就是这档股票 我们去到 立台 26立台 7月26号 这送给投资朋友的 那立台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立台 今天 8月9号 掌平板 立台要做什么 他就做板卡 他就做板卡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在 我们当时候在7月26号 他那时候是63.4 63.4的一家 在63.4 到今天为止 他现在为止 现在是给你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其实在8月6号的时候 为什么最近会这么强劲呢 礼拜五也涨停板 礼拜五的话 就是8月6号 他们公布他们的上半年 他们公布他们上半年 就是4.99元 4.99元 其实他们第一季 才一块钱而已 第一季大概1.2元 那第二季大幅的成长 大幅的成长 第二季的话 已经赚到有大概3.7元 获利比预期优于预期 那涨停板两天 今天又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那这张股票 目前来看的话 可以说 现在板卡 你知道板卡现在来说多 就是像比特币 还有以太币 其实主要 最主要就是现在挖的东西 就是主要是要挖 挖的是以太币 不是说比特币 不是比特币 已经不是比特币 比特币那个挖已经难度太高 那挖的时候难度太高 现在挖的是这个 以太币 现在是这个 以太币 就是说的就是以太坊 现在挖的是这个 现在已经价格 在假日的时候有到三千一百多块 三千一百多 三千一百多块 这是美金 每一枚一枚 那现在是现在是在 刚才我截图的时候 是下午两点四十七番的时候 去截图的是两千九百一十九元 这板卡 目前来看的话 现在挖这个币 还有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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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利台 给那一场零板 这还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那目前全球来说的话 其实你如果 你如果有注意看的话 那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 小米 小米手机 小米不是说手机 他们做手机的 小米他们最近他们 他们提供愿意接受 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 就是纯比特币 以太币 这些来支付 他们你给他们购买的一些 小米生活商品 无论他们的产品都可以 都可以用以太 都可以用虚拟货币来支付 那这是让他们 让这些虚拟货币 他们有真实性的一个 一个交易的空间 就是他们使用的空间 那当然我认为 这接下来的话 还会陆续 像这个虚拟货币还会在 还会有机会继续涨 那他会去 那带动会带动什么东西 会带动挖矿 挖矿的功能 挖矿 我们不是要挖矿 我们知道干嘛 我们来做我们自己的专业地方 就是 我们来买这些股票 买这些股票 当然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看到 我们在7月26号 7月26号 上半年的年报 上半年的EPS 公布是在8月6号 8月6号 我们在7月26号的时候 提早提早 那当然你要对产业了解 你如果没办法掌握产业的话 你没办法知道说 到底我这个价钱 我买下去 我还没付 他如果万一他是 万一他第二季跟第一季一样的时候 是一样都是赚1块2 那等于说今年 今年换算回来的话 大概就只有 大概是只有4块5 4块半 4块半来说的话 等于跟这个63块来说的话 本利比大概16倍 差不多啊 没有什么样的增幅空间 当然不是 我们不是这样看 我们不是这样看 我们当然会看到他的财报 他财报是往上升上去的 所以我们才会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他 这也财报 这边为什么我们会推估说他的第二季会非常好 我们才赶快去做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你看他的营收 一到三 你看他们营收是 直接取第一季 第一季 这第一季哦 第二季的时候 第二季的四月份 几乎就已经快 他营收啊 就已经 已经是 已经快到差不多二三月了 二三月的成交 得营收了 年成长多少 你能在说吗 四月份 年成长 一百三十八 四月份 五月份 这是五月份 两百四十三 六月份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四 而且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加起来就知道了 他们上班 第一季呢 第一季他们营收多少 差不多是用的 差不多一千 差不多是十六亿 到了第二季的时候多少 二十七亿 比上半年增加了多少 增加的大概有十一亿 十一亿 他的占比成长性非常非常的高 成长 比他们的第一季成长非常高 所以 所以 另外 我们才敢 才会再进去 推荐给投资朋友 然后进去买 那这就是 二四六五立台 那今天是 给你 涨平板 这也是立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看的东西 今天要看的 这是立台 那立台先讲到这边 那接下来的话 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像有关于板卡的事情 板卡不是只有他的 还有其他的 当然就我们在送的时候 送资党板卡 这样 这支五票 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来到我的赖生活圈来这边来巡位 如果可以 那我们再来看 这是我这个礼拜我所写的168周刊 然后这个礼拜168周刊 我在这边就直接有写到有货柜运价 他们现在的货柜运价面板 这些高档拉回的这些货柜 现在没有货柜运价 我的判断 我的判断还有板坛的空间 还有 还有 我不会 也不会说 因为说像在上周 友达 友达面板 他们在大跌的时候 那我就搜索说 我都要讲一些掌顶板的没了 不是 因为 友达在上周六的时候 股价是重挫 礼拜四 礼拜四 重挫 礼拜五 又下跌 连两根 连两根的下跌 友达 这些友达 我们在写168周刊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所预期的 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要告诉一些投资朋友 这些友达 那还有像 像有长龙啊 台航啊 这些航运股 我认为他们还有机会 我认为有机会 当然我就会来 我就会写 我就会写 那我也认为 我认为 也是高档拉回一些公平 都要有反弹的机会 还有反弹的机会 这是我的看法 那我们再来看 美国现在来说的话 他们减债 这很有可能会发生 在 现在来说 有说要九月要来宣布 我认为九月 他们宣布的话 可能还不会 还不会那么快 还要看他们通膨 因为现在通膨来说的话 美国还是蛮大的 他们通膨还是蛮大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看 还有看一些数据 还有其他一些数据 当然就是他们的就业率 他们就业率 现在还是相当的不好 只是有稍微有增加了一些 还有 有比较好一点点 最近有比较 有公布有比较好一点点 不说好 但是到了年底 也有可能会减少购债 减少购债就是减少QE 就是减少把资金给放出来 减少放出来 那这样子对股市的话 当然会 会一个 长期来说的话 是一个应该来算 应该来算 经济来说的话 长期是一个利多 但是短期来说的话 股市的话 当然会一个利空 这短线 对股市会是一个 比较大的利空 这要注意 这要注意 基础建设在于 他们的礼拜上周五已经通过 这些基础建设已经通过 这是美国 费城漫到底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现在在礼拜四有创历史新高 有拉回一点点 那礼拜五 礼拜五有稍微拉回 都没多 12点而已 没多 跌的不多 那这是美国 今天 像我们ADR 美国的TSMC 就是台积电ADR也是下跌 但是今天台积电算蛮强的 他们有上涨4块钱 但是那些上涨4块钱是 拉最后一盘 其实在1点25分的时候 他们1点25分的成交 成交价的最后一盘 是在591块的 在这个赤卓盒的时候 在30分的时候 他们有拉了4块钱 就595分 这些台积电 那半导体 那半导体我认为 那现在来说 还是蛮强劲的 还蛮强劲的 这是算起来算非常强 当然啦 如果说道琼 道琼 他们是属于 他们比较算是 美国的一些 比较传产的一些股票 股票性质来说的 比较传产 比较传产的一些股票 费成半导体来说 跟我们联系 关系比较大 比较最直接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 在礼拜五 再创历史性高 这有够强的 这有够强的 再创历史性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排名上 其实我们说谈话的 我们谈面上 我们一些电子股 像MCU 第三代半导体 这些股票都已经涨过头了 而且有些股票是 它股价涨上来 但它基本面 基本面没底下来 就像第三代半导体的 一些像汉磊 加金 其实他们股价有上来 但是他们的基本面 没有 基本面没有跟上来 就是营收 营与还没有跟上来 所以这些股票 作文来说 你在操作时要小心 就像有些电子股 一些高价股 那些通通要 要注意 要小心 这要特别小心一点 电子股其实在操作上 现在已经困难度很高 困难度很高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再来看 我们一步一步看 这是台北股市 刚才有说过 现在台北股市来说 现在是 连续三坑黑棒 今天是有打一个钉子下来 都去打个钉子下来 还算还算不错 这是大盘 今天其实 其实一开盘的时候 是有下跌到176点 蝶幅刚开始开盘的时候 蛮重的 那今天 蝶幅重的地方是在上柜 上柜今天是跌了 大概是将近2.5% 将近2.5% 那蝶幅很重 蝶幅很重 上市我们今天只有跌41点 那是小跌 小小跌 当然这我看是有在护盘 有在护盘 这有在护盘 拉台积电 那这个技术指标来说的话 现在目前为止是已经有 开始 几乎 减乎转正了 那技术指标 快要转正了 台北股市长 那我之前是有跟大家有说到说 你说马上要把它攻破这个18034 其实对我们台北股市没有太大意义 还没什么意义 说台北的 那除非你说做操作起值 不然的话跟对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做台北 做股市做沟票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我也是说 我们的台北股市 大概它的区间 大概最后就是这个区间 在游走 大概就是这个区间游走 当然是不能破 这地方不能再破 你不要说你不要说这边 光这个点这里就不能再破 这时候再破 台北股市可能就 它整个的区间 整个整理的区间又在底下 所以你在看这指数的时候 看基数的时候你也会好看 没好看没关系 你才可以看我的节目 那我还告诉你 这样子 这台北股市 那目前我的看法是 现在还是一个区间的整理 区间 到上下整理 个别股票当然就不一样 就有比较很大的落差点 不一样 这我们看一些比较细项的地方 航运股 今天其实 今天的成交量 那人气的指标还算是蛮高的 今天一度有拉上去 然后一度有拉上去 后来又拉回来 今天航运股 那就是今天航运股 大概一半左右是红的 算不错 还算不错 因为 以现在最近来看的话 你说反弹 我在这边已经有跟大家说 这边会有个反弹 反弹现在 以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力道是非常的弱 就六个亿 那原先我的看法是 我的判断是 在散装那边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反而看起来的话 现在反而是散装 散装航运 就是会洋 会洋玉明 还有台航新兴 这些反而他们反弹 力道拉不上去 拉不上去的时候 特别要小心 这散装 那目前是航运三雄的话 看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他们还是蛮 还是可以的 他们还是有 马拉扣持续的往上推升 航运三雄 就是长龙 阳明 万海 这些可以注意 不过这些技术指标 是慢慢有在收敛 一直往上 那我的看法还是会 这个指数 航运股还会再反弹 还会再持续反弹 还有机会再反弹 这还会再反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钢铁股 那钢铁股 最近来说的话 反弹了一支 中钢 反弹到中钢 那目前为止 像我们所操作的 像大成钢 现在还要小赔 大概小赔 大概两%左右 差不多了一块左右 我们还要赔一块钱左右 我们现在 其实赔钱就赔钱 也没什么好用的 那就是等待 我们看我们的判断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在美国那边 他们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的话 我们像大成钢 他是最直接受贿 这是我们的研判 那对他们的营收 会有比较大的贡献 比较有贡献 你说我们台湾这边 还要在出口 你都要运输 运输要比飞鸿 现在很贵的 还运到美国之后 你还要再去干嘛 关税 关税也很贵的 所以 你说这两行 靠一靠 你可能你的利润成本 你要靠一靠很多 所以 大成钢 钢铁股 我来说我是蛮抗好 还有大成钢 你可以多注意 可以多注意 我认为大成钢 还有机会来挑战 他的钱高 一套行业钱高 钱高 这是我的看法 我研判 大成钢要挑战钱高的话 来看一下好了 我们看一下大成钢 大成钢 他来挑战这个钱高 钱高在哪里 就在这边 在这 你挑战他的钱高 那目前呢 我们看一下 他的钱高在这 63.7 63.7 63.7元 钱高 现在呢 今天呢 今天大概是收在于 51.5左右 今天差不多在51块 51块半 51.5 我认为会来 再挑战这个钱高 这个 63.7 这不会是 今年的高点 今年会过 会过 这样 如果他目前 现在来看 还有差不多 26% 还有26% 上涨 上涨 24%左右 上涨空间 还有24% 这是大成钢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大成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要 所要跟大家来介绍的 这钢铁股 钢铁股 我认为还有机会 也还有机会 其实还是 还是个别股表现 个别股表现 不是说 不是说 大家做会去 没有了 现在没有 现在已经没有 现在不是像前面这一段 大家一起涨 大家一起来 就跟他航运股 这一段 这一段 大家一起来 一起赚 没有了 现在也没有 现在反而是 货云三雄 比较强劲 还有持续再反弹 散装 我就说过 他们现在 他们 像他们的营收 还有EPS 银鱼 都很好 但是涨不上去 就是应该 我连判 就是筹码 筹码有凌乱 而且加上他们这一波的回挡 像他们这一波的回挡的话 像这些散装的话 他们 他们 漏不足 他们他们漏不足 跌幅没那么大 那所以现在跌幅比较重的地方 就在 就是在 就是在 阳明和 还有长龙 长龙这两支 他们跌幅比较重 这样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点点 这个外公就 这些住宅家 那如果没办法再往上推升的话 没办法再往上推升 你都会全部出掉 全部出掉 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说上影线流太多 连续三天 你就要把它给出掉 先出掉 不过这次 到目前为止 至少 至少 你如果至少 你如果说在5月20号附近 在这些住宅买 你在这边买 附近买的 是6块附近这边买的 你够没成为止 你 够没成为止 要先出一半 要先出一半 获利了结一半 你剩下的 再来这边 他如果 没办法持续往上推升的话 你就把它给 再把它 这把买掉 这样 这连电就是这样操作的 当然了 现在来说 外资看到102块 102.8 其实 他们的算法是算到 明年的 2022年的年底 2022年的年底 还有一年 一年多 年底的时候 要到达102块 我认为 听一听就好了 他 外资 外资是在 在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 在这 一个月前 他在这边跟你说什么 在这边你说 下探40块 在这 在这地方 跟你说多少 在这地方 上看 上看102.8 102.8 你要相信吗 你会觉得 这一个月时间 你还差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差这么多 当然了 这个 每一家的算法不一样 每一家的算法不一样 其实 这里的 这里和这里 这和这 基本面 其实同块 都一样 都同块 当然了 在这边的话 看40块 那时候我是 非常的 非常的不认为 我在节目上 我经常说 我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 40块 102块 这是说到明年 明年年底 明年年底 还有很大空间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所使用的一些半导体 现在也没有增加 新的一些商品 现在也没有 你说车用电子 一些晶片 到目前为止 也都是 都已经 没有那么大的缺货 没有那么大缺口 你说 还有什么新的运用 到目前为止 现在看到一天 就是好像有高速硬碟 只有高速硬碟 保险 就是高传输 高传输 就是USB4 4.0 其实那个晶片也不多 做吧 没那么多 日本责任 现在说 我们现在 说有 电脑 会换 新一代的电脑 会新来换吗 我的看法 也不会 所以 这会到102 102来说的话 他等于他的本利比来说 我的看法是 应该 这是很难 很难 102.8很难 很困难 那能够先赚就先赚 先谈 先谈先赚 这个我每一天的下午 我都会把他 我 像我的YouTube节目 然后我会把他 放到我的 Tilgrain 就是 这是我的 Tilgrain 你可以来这边 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QR Code 我每天我都会把他放到我的QR Code 就是大概下午5点过后 然后你 还是你要去用搜寻 许民雄分析师 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这样 这样子我每天都会来 Po到这个 我的Tilgrain 然后放在这边 这样 你可以扫描QR Code 来这边加入 这是YouTube 股票就是要 我也常说有 有没有 你不能买 当然啦 如果需要停损 其实我们做股票 我们也不可能说 每天都股票都赚钱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也是 我们是一个 像我们在操作上来说的话 我们赚大赔小 赚大赔小 当然啦 最近来说的话 有些股票 就是它的涨跌幅度 才太快太多了 在操作上来说的话 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是 压力蛮大蛮困难的 有点不困难 说实在话 还是有点困难 最近排名上 涨跌幅速度很快 因为在 指数在高档 我们指数在高档 历史高档附近 还有股票 很多股票都在历史高档附近 这样子操作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美国的电动车 他们这边的占比 美国电动车占比 起码差不多 现在大概是在2% 其实是到1.7%左右 电动车 跟燃料车1.7% 2030年 拜登说要拼五成 要拼50%电动车 50%电动车 我看到有些困难 有些困难 不太厉害了 但是电动车 你说让它普及 你要让它普及 你要让电动车普及 你不可能说 我纯在美国 你不可能说 每个电动车 你电动车 你在家里可以充电 你到充电 你充电站 你没有充电站 你怎么会吸引人家去买呢 这也相辅相成的 都相辅相成 所以 我们可以来这里看一条 什么东西是一个重点的 电动车当然说 电动车来说的话 当然是一个重点 电动车 还有这个框框 我看起来这个 这什么东西 充电站 如果没有充电站 你知道美国多大吗 美国比大多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光我那个州 我车子要开出去 要开好几个小时 开几个小时 才有办法离开那个州 想要去看一个球赛 开好几个小时 那真的是满浪费时间的 当然出去旅游的话 我们也出去旅游啦 要跨个州 都开好几个小时 都要开好几个小时 还要轮流来开车 充电站 充电站 充电站也是一个重点之一 我说电动车你知道吗 但是充电站 充电站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欢迎你可以到 赖生活圈来这边 来询问 都可以 那我来 告诉你怎么操作 告诉你那些 是充电站 那 充电站 其实这个在我们 电动车 既 这电动车 你现在电动车 说起来 那股票都开了 有得高 不管说车子的电池 你看到电池 那像康普美秦 也没贪钱 去到一百多元 像 像电动车 像 车用电子 像 电动车也有包含到车用电子 车用电子 像二极体 你可以去看蓬城 去到二百多元 还有电动车 還有一些 有了 很多 这些都 涨翻天了 电动车 反而是 电动车充电站 这还有很多的机会 这才是 刚开始没多久 刚开始没多久 现在大家是要 政府都要吉利的 往前冲 就是要快速的 把这个建立起来 不然人家买电动车要充起来 不然人家买电动车 等于是 等于就废了 那你就可以 你的小区域 小空间在游走而已 那小区域 小区域在走而已 没办法说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没办法 因为电动车 它有 它有 电池有续航力 有续航力 不是说 不是说那些无线 不是说那些 油加一下 一区油加一下 就可以继续走 不是 他们就要 要充电 要时间 要充电 要需要充电站 你如果想要 跟我们一起操作 我们现在最近在布局 在布局 你现在 来 我们再看一下 WINS要到WINS1 不见得说一定要换电 不一定要换电 但是你一定要换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换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你可能就要增加 增加低润 增加低润 再来就是SSD 高速硬碟 你可能要更换 可能要换更大 到目前为止 你说的话 低润的话它需要 因为它的架构比较大 它需要比较多一点的空间 所以要 暂存基硬要大一点的低润 SSD 高速硬碟 高速硬碟 都要换 这就是威钢 它有在做 威钢 上半年 上半年 这个股票上半年9块钱 下半年 我的看法 下半年 它可能会 大概差不多 我们的判断 研判来说目前来看的话 是差不多 差不多 如果18块到现在有多 今天大概是收盘110块 110块 这是上周五 今天还有再去一点 110块 110块 那我的看法 这个是 当然我们 我们现在还没进场 你想要买的话 我欢迎你 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结果怎么没进场 我 你看我节目 我们还没进场 这要买的话 我也没进场 不然立场 但是这张股票 我还是蛮看好 像 像360的威钢 还有4967的石权 这能够股票 这能够股票 我还是蛮看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 我来说第三代办老庭 这都 涨 涨得蛮多 这也 这也起了很多 这也起了 这也 家经 和贸易 这都起了很多 那就把这支 最近才起的 最近才涨 我们也把它给获得了解 到目前为止 他们今天像 这支股票 寒雷 没钱为止 那这支太极 没钱为止 说实际 还没什么贪到钱 还是没什么赚到钱 那 股价上来 基本面 基本面没有跟上来 这是太极 转投资 盛清材料 这支 这间公司 做碳化系 第三代办逃底的材料 我们在8月4号的时候 把它卖掉36.8 36.8 这波 我们从7月15号 这波起来 30.7% 30.7% 这就太极 那这支股票 我也是等它拉回 我们再来找个买点 我们再找买点 因为最近有在拉回 最近有在拉回 然后我们有机会 我们还会把它接回来 因为第三代办导体 所以我非常看 这是非常看好的 这是太极 那短间计划 我们会持续 就是30% 30% 你如果第2次就169 这是100万来算 第三次的时候 你才比资金一倍 就超过一倍了 这 当然你一定要掌握 产业先机 你叫我低胆费 你叫真的 真的能够赚到大钱 这才是硬道理 这才是硬道理 要掌握产业先机 那这是我的U2 这是我的U2 那你欢迎你可以来掃描 这个QR Code 掃描QR Code 那我每天都会把它放到我的TG 这边来 来放到我这边来我的U2 下午的节目 这样你可能 看了会比较方便一点 这样子 因为有投资朋友来跟我建议 那我们就先这样子来做 那放在TG 这边你可以掃描QR Code 那这样子来加入 或是利用这一个 或是利用这一个 输入这一个搜寻 AI Winner 这也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找到我们 然后可以来加入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现在税股投资买股票的话 可能在高档的地方 一些股票的话 你可能要 要稍微注意一下 该停损要停损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手边的股票 有一档股票也是 面临将近要来做一些停损 不是说 不是说美国票没有停损的人 那都会有停损的时候 那赚钱的话 我们也是敢给他赚 赚钱的话 可能就是先出场 那找个好价位 先把它给出场 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你在操作上最近的话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一关一些上贵的一些股票 因为上贵股票最近 像今天是跌幅蛮重的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或是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因为我们最近在准备要进场 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站 那也祝你投资顺利 那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不明天会 好 又来 就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